21日至29日為2018年全國少年盃足球錦標賽的總決賽 各組的12場學校皆由各區域賽中脫穎而出 總決賽則踩分組循環後淘汰賽制 24日早上在北市迎風足球場進行的是 學校組U13男生總決賽的賽事 從幼稚園就開始接觸足球的梁旭瑋 起初是為了矯正內八後來竟也打出興趣 希望能和同學們再次代表國家出國比賽 大班接觸足球然後就是之後因為爸爸的工作搬到高雄 然後發現高雄我們家附近有個瑞幸國小 然後足球也蠻厲害然後我就拜託媽媽讓我去踢足球 然後就越踢越喜歡 我希望這次瑞幸國小可以到第一名 然後再次輸國為國爭光 對年輕球員來說輸贏固然重要 但應該更加重視團隊合作的精神 在球場上一定有輸有贏 全力以赴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給小朋友一個很重要的理念 就是你在球場上一定要全力以赴 不要讓你的比賽留下遺憾 那我覺得這個輸或贏的過程 那個都是一個很棒的經驗 全國少年盃足球錦標賽 接下來還有五天的賽程 26日為學校組男生的冠軍賽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前往位於北市大家 河濱公園的迎風足球場 為這群小小漢將們加油打氣 孫內TV台北採訪報導